风声鹤唳,习近平防暗杀连这个都封锁了正收权国安部,大陆新一轮地方党政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地方国家安全厅从政府序列中消失,分析认为最大可能是中央收回地方国安全力由国安部垂直管理随着收权,习近平的人身安全保障愈加重要正在难寻。 中习近平今天10月24日,廖将访问深圳十大名声工程之一,龙华区龙瑞居,警戒分岩道下水道的井盖,都贴上了防暴安检封条此外,这种紧张程度从澳门中联拜主任,郑小松的离奇死亡也能看出来收权,中共地方国安厅便国安,为过去中共国安部一直掌控在曾庆红,周永康等江派人马, 首中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拿下了多名国安部高级官员,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吉中办前主任令计划等人中共,2018年3月,下发全国党政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省级机构改革。 在今年12月底结束近期,十几个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密集或高层,批准10月24日港媒明报,属明孙家业的评论文章,表示,已或中央批准的18个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显示, 各省级政府中原来必备的国家安全厅,简称国安厅全都不见了,代之以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但他们的办公室,大多是在省委办公厅,内并说明非政府职能机构文章,表示国安厅从地方政府序列中消失, 最大一种可能是中央将国安大权收回今后由中共国安部垂直管理地方国安隐形,只设不挂牌的地方办事处,不再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习近平访深圳警戒员, 这种地方都不放过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深圳农越居居民透露,当地政府从外地调派数万警力挨家挨户枪门登记, 通知居民今天上午不要回家,留在家中的就不要外出且若留家中,就会有警察一对移到家里来陪聊天, 以防有人到小区中心会场,闹事整个屋院等同戒严,这位居民说上周五10月19日,就收到通知指周三会有国家领导人到访, 连日来当局多次动员昨天10月23日,再度向该居民确认你明天在不在, 他回答我早上出去,那你早上出去还回来不回来,如果你要回来我,警察就陪你。 这位女士最后选择到香港,亲戚家中暂闭,她的家人就在深圳的酒店过夜, 自所挽起农越居已如同死城,居民不能随便在外面走动, 整个小区一片漆黑,仅有一成的窗户透出灯光。 有居民告诉该报记者,军庄警察不计其数散步在农越居小区内今早9点多农越居沿街商铺被通知可以开业, 但店员要被检查随身物品之后,才可进入店铺马路上。 除了有闪着警灯的警车、电子、干扰车巡逻之外,更有十余辆私家车以及慢速度,扫街沿途每十米左右,便有私家车搏在路面作为绍港。 监视路人龙华区明治街道社区老人日间活动中心,亦早已有大批男女在场, 于是被当局安排来假扮居民。 另外警方要求周围大厦居民必须关窗,拉开窗帘。 物业管理处人员今早逐一排查,有人被急召回家关窗,联系不到的住户物业管理处就请开锁师傅强行破门入屋。 关窗该报记者还注意到,不仅农越居内的商店玻璃门,上贴有警察的防暴安检封条, 甚至下水道的警盖都贴上了防暴安检封条警戒之严密。 超乎想象习近平上台后,一直面临险恶的权力斗争,也曾多次传出遭遇暗杀的传闻。 所以他之前每次出访,安保警戒都震仗相当大。 比如他在去年七一访问香港时,香港警察部队就出动三分之一警力,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纪录分析郑小松横死,幕后黑手来头大评论人士崔世芳近日撰文,表示在澳门这块蛋丸之地, 郑小松无疑是真正的龙头大哥,也就是澳门的一把手郑小松也要跳楼,那背后巨大的压力,肯定不是来自当地而在北京郑小松案次日即公布,并不与澳门司法系统打招呼,就抢签定性位,抑郁症郑小松死后, 也因而获得中组部和港澳办负责人,前往澳门慰问家属的优待之所以这样很大成,杜尚是因为正在习近平南下的当口,上北京为了不杀风景,被迫给郑一个抑郁症的借口以解套,如果郑小松在纵身一跃,之前就对此结局有坚确的预期,那这位老兄就真,可算是官场的算死草,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郑小松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终有被揪出之时此非中共反贪手段厉害,乃因神木如电当年武长顺,虽然被周永康保下带若干年后不仅武长顺,连周永康都被捕入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中共体制内助纣委虐,欺压善良民众的官员,都应记住这个县世报的民政,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